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只有烤吐司之外没有别的功能 其实他还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 我必须承认是一 我家没有说饼记 因为我知道我可能只做一次我就不会再做了 第二呢 我们家烤箱真的只拿来烤面包 是不是 烤吐司 真的 可是比如说 所以你今天讲的小烤箱到底 是讲的就是我们一般人 比如说面包店 你看像早餐店 早餐店那种小烤箱吗 你看他们烤后片吐司放进去 然后很快就出来 上面烤箱就烤得这样 吐司就烤得焦焦的这样 您的意思就是说 平台式的那种 是两个两片吐司的面积大小的那种小烤箱 而不是一般那种烤鸡烤箱 不是烤鸡那种不是大台 也不用也不需要有那个温度的 哦我懂了 你不用去转什么150度啊180度那些 没有那么多功能的 上面可能只有一个转扭就是时间 哦有大概一百多块就买得到了 啊真的吗 马上来一台 大概一百块有没有安全疑虑是个问题 一百多块是买电线吗 我曾经看到好便宜 那可能 哦真的吗 那五六百 对啊差不多 五六百到一千上下这样 因为他还牵涉到他的那个火力功力大小啊 你如果是譬如说五六百瓦数 跟八九百瓦数的 他的火力不同 但他的成本价格就会不一样 好 我从日本买回来一个东西 这个小烤箱呢 他大概就他一定会有时间嘛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百五两百两百五 哦 那就是你比较进阶一点 是是是 是比较进阶一点点 一点点 因为他的内部的空间还是非常小 啊 他的热对流没有办法 应该是说不管他是射几度 他还是非常快就会把土司烤掉了 那可以烤个五香牛肋排 或是猪肋排之类的吗 难度 那你就要一直顾火啊 哦 因为他钉着管上下离食物都很近嘛 对 就 你如果稍微走开一下 再回头他可能就会烤焦了 所以你要尝尝去翻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小烤箱料理是要 很容易熟 是 然后呢 不要让你一直雇在小烤箱旁边的吗 如果你已经熟悉他大概加热的速度的话 有可能不必 嗯 那也有可能 后果就是很快就焦了 你这样如何 有点危难 我第一次在做主持人有危难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谈下去 我的意思是说 你知道第一次受错败啊 他可能就不会再做第二次这道菜了耶 它的特色就是在于 它非常的快速 那 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 它虽然它的那个转扭 大概有什么5分钟10分钟15分钟 但是我大概大部分的 操作大概5分钟之内 就会解决 木耳你要不要出一本书啊 或者出两本书 做小烤箱料理 以及做饭锅的料理就好了 小烤箱料理很多食谱有啊 我说给狗猫的 你知道现在给狗猫的书 真的连五行都出来了 有有有 我们访问耶学医师过 我觉得还摆好的啊 我觉得那本书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所以这个小烤箱就是方便携带 然后呢它也没有固定的烤温 有的人可能家里它会放在 譬如说厨房周边的橱柜 有啊我家就是 并不是放在流理台上随时操作那种 对 那我现在是鼓励大家可以把它拿出来 除了烤吐司之外嘛 可以烤个鸡肉干啊 弄点什么啊 或烤个面包啊 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的 好所以你知道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短时间能够容易完成的食物 对 所以除了吐司之外 可是等一下 给狗狗包包吃这些 给狗狗吃这些 其实不用烤吐司不用烤啊 就直接一片拿给它 更香好不好 那个叫plus 加强版 就是本来是C 然后现在有Cplus 请问差别到底在哪里 所以除了吐司之外 还可以做哪一些所谓的短时间的容易完成的食物 例如烤蔬菜 嗯 像呃 甜椒 嗯 或者是 或者是 我们有时候蒸蛋 也可以用烤箱来处理 嗯 虽然像 譬如像电锅蒸蛋 你会觉得是旁边会有蒸气那样子 对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出那个效果来 真的假的 你说里面要放水吗 烤箱不是会附个铁盘吗 有啊 便宜的铁盘 有啊 然后我们拿一个 那个可以进烤箱的那种桃碗 嗯哼 但打算做那个 蒸蛋的那个 2比1的那个比例 放进去之后 你在铁盘上倒一点点水 就行啦 就让它有一点水蒸气 可是它那个水蒸气 不会影响到上下的那个吗 其实我会比较担心的是 你水倒太多让它沸腾 就会弄到电乐管 对我的担心是电乐管 我刚刚说一点点 这一点点在广播上面很难说 这个细节 大家找我 灰小厨 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做这道菜 嗯 然后你的那个蛋 就可以把用锡箔纸把它盖起来 哦 它本身成一个加热的内循环的时候 嗯 它也会熟 所以你有成功过 有 我还烤过蛋糕 我忍不住 好 蛋糕待会问 蛋糕比较进阶一点 为什么这样问 你所谓的一点点水 到底是多少一点点水啊 烤盘不是它有个边缘 是立起来的吗 对啊 你不可能高 你不可能跟那个边缘一样等高啊 不可能 所以大概差了三分之一的量 所以真的只有一点点 哦 只是 不要让它单独 只有 蛋跟那个火力在对干 因为距离很近 对 你可能外表看起来熟了 可是里面还是深的 对 所以我们就稍微缓和一下它的时间 嗯 然后让它的蛋表面能够比较保持湿润 而不是变干变硬这样 那如果变干变硬就不是蒸蛋了 那就真的不好吃的蒸蛋 嗯 那还是回到电锅上面做的 不是 除了烤甜椒之外 烤吐司 还有牧人跟大家说他做过蒸蛋之外 还有烤肉也可以啊 哦 还有炒青 炒菜 嗯 然后 或是 我们等一下也可能会提到有 也可以炒肉丝 嗯 就把它当作是 你把它当万用的电锅啊 也没有那么多啦 嗯 就是说 其实 你可以自己再添购一些比较高的烤盘 就是它的边缘是比较高的 哦 那就可以把食材全部丢进去 嗯 淋一点橄榄油 然后推进去烤个两分钟之后 打开来拌一拌 把它翻面再进去烤 嗯 就有点像是炒菜的概念这样 那 那这些听起来是适合的 那总有一些不适合的吧 有啊 嗯 你如果油太多 譬如像我们一般超市那种 鸡腿 烤肉片 或是鸡腿 嗯 鸡腿也是可以 但是去皮会好一点 哦 因为它那个油很多 对 烤了就容易 喷 嗯 喷了如果接触到电视管就容易火花失色 就危险 那我刚刚说烤肉片也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烤肉片它为了要口感好所以它会调比较肥一点肥瘦相间的肉片对那你肥的直接跟火力火这样加热的时候它油就逼出来油逼出来又会喷对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给狗狗吃呃你要自己做的烤肉片但我家只有小烤箱嗯所以我就应该去买那种就是鸡胸肉对鸡胸肉然后无皮的鸡胸肉然后切薄片然后放在上面让它干烤对对或者是里面的烤肉的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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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鸡肉就很瘦猪鸡或者牛肉哈哈就是挑比较瘦的肉你如果是要直接下去烤的时候就挑这种瘦的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原因是因为你知道即将九月底的时候中休学到了嗯顺便就顺便烤给你家狗狗包包吃就是我这边烤一个比较香的那你呢就吃一个比较不香的就对了不是你知道那个传统炭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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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这种逻辤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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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竹签的问题必须注意 是 炭火的问题也必须注意 我觉得狗有时候太 狗不至于奔到一个接近炉火的吗 理论上我们会觉得 它应该不会那么傻 因为它也是有热度 可是你要知道 在high car出现的时候 尾巴不是要跑到哪里的时候 所以你一秒 屁股就撞过去 避免一些波及的问题 是 还要注意 另外还要注意是 香菇不要给它吃 香菇吃不会怎么样 但是它就会 see you tomorrow 就是很难消化的问题 香菇我觉得 没有像金针菇这么明显 金针菇就还蛮明确 那玉米梗呢 玉米梗 玉米梗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烤玉米 可能会造成狗狗 明天大便会变灰白色 我第一次说 它们会造成 它们在噎死的问题 或者是消化问题 或者是造成一些 其他安全的问题 这样讲好了 我说玉米梗是说 我们烤玉米啊 大人们就把那次 吃完一根一根一根 剩下的那个 所以垃圾要小心处理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就旁边那个带 那个塑料带 大家都知道 对只有人类 大家都知道 狗都不知道 当你没有注意的时候 狗大概就在那边 自己开吃了 我有个朋友 他们家狗很爱吃玉米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也有这种状况 可是我没有试过 我们家的狗 因为我发现 有这个技术 这件事情 就是已经很后面的事情 他可以给他们家狗狗 一根玉米 然后狗狗就坐在地上 趴在地上 就开始啃那个玉米 就专注 focus在那个玉米上 但他不会吃到那个梗 只吃表面那个 表面那个 叫做玉米肉 我也不知道 那个叫什么 玉米粒 就把玉米粒给啃光 而且啃的还比我干净 然后我被我朋友笑过 这件事情 他说你看看你吃 因为我刚好吃完 他说你看看你吃的 玉米粒吃的 你在抱甜甜舞之类的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但很重要是 那玉米梗 千万不要让它给它吃掉了 对啊 其实玉米梗也是甜的耶 那你要看 如果是老玉米 其实也不会是甜的 现在的玉米都蛮嫩的吧 好 今天呢 访问的是蓝色木人 今天跟大家谈的是 小烤箱料理 广告之后呢 我们就要端出 这两道料理 料理的名字呢 一个叫做 银纸烤鱼 料理二呢 叫做 优格甜玉蛋糕卷 嗯 你要做蛋糕 耶 酒吧新闻台 阿猫阿果光大 接着节目 我是林青盛 今天访问的是蓝色木人 木人专门在谈 鲜石料理 那鲜石料理 就是提供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啊 就是说 如果你在礼拜六 礼拜天 平日都在吃干饰料的 有没有可能在干饰料上面 增加一点点 呃 你自己煮给他们都 煮给他们吃的一些 新鲜的食物 这个食物呢 不加盐 不加糖啊 那很重要的是 那很重要的是 你自己在烹饪的 那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高兴 你看狗狗 愿意吃啊 那我觉得那也是一种 你跟狗狗一种 相处的方式 那我自己以前的方式呢 就光是煮个白煮蛋 然后敲个蛋壳 我们狗狗就跑过来 那个小小的动作啊 那其实都是一个 很棒很棒很棒的感受 所以阿猫虎逛大街 从来不忌讳 告诉大家 就是说 呃 我们就专门吃干饰料 或者吃软罐头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 是第三种选择 这是第三种选择 到底是 以鲜屎为主呢 还是以干饰料为主 还是以湿的罐头为主 我觉得就看 各位自己的时间 上面做一个安排 那今天访问蓝丝木人 因为中秋节快到了 所以他今天端出 比较难的 他说我们不能 每次都做简单 上个月我们才讲说 我们入门好几年了 啊 你入门好几年 对啊 我们也只能 一直做入门 他也不是不让你做入门 其实主要是 希望可以鼓励大家 愿意进厨房 做一些 简单又快速的料理 给狗狗有不一样的选择 我们刚刚谈到 小狗香料理 也提到了中秋节 我们刚刚提到 是烤肉的时候 狗狗猫猫 在旁边的时候 我们必须注意到 哪一些的问题 是 有一个问题是 月饼到底可不可以吃啊 人类的月饼 请不要给狗吃 一个都不要 一口也不要 一口都不要 嗯 那我很爱吃那个 那个叫蛋黄 红豆蛋黄 对 那种 那种小月饼 红豆蛋黄 对 蛋黄月饼的话 也不是蛋黄酥 对 那也不适合他吃就对了 都不适合啊 因为月饼的 不管是哪一种 它的制造过程 它的材料 它的成分 它的制作步骤 嗯 每一种月饼 它的饼皮 都是高油 嗯 油 它是 譬如像绿豆碰 它是一层一层的油 皮 油皮 这样 才让它变蓬松嘛 对 那油都是热量 嗯 然后它的内馅 都是高油高糖 所以你是说 对狗狗是 其实不好的 是 呃 有很多狗狗在 中秋节前后 常常会 被主人带去挂挤着 嗯 就是 就像过年 对 都吃了些 不该吃的东西 或者是过量 那柚子呢 因为柚子皮啊 有些主人很调皮啊 就把它会带在狗狗头上 哦 那是中秋节 一定要做的事情啊 啊是吗 所以你也干过这个事情 我没有 带在头上 然后拍那个认证照 表示过中秋节了 你为什么不拍 它跟月亮的合照 那有点难啊 这就有点强热所难了 好 这个是提醒大家哦 对 你还没告诉我柚子 可不可以吃 柚子太高线 也不行 也是容易拉肚子 对 会比月饼更容易拉 好啦 讲简单一点呢 就是为什么 教大家不要这样做的原因呢 避免隔天 你光是收拾它的大便 真的 你就翻了我 好可怕啊 地上就算 你有碰过吃床上的吗 你有碰过床上的啊 不小心到处 你自己开了口 你必须要收完 没有啊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着凉了 就 你意思说 有些狗狗 它是会跟主人一起睡觉的 对 但一旦像是 都过到了中秋 毕竟是中秋 已经代表秋天 已经过了一半 所以它是凉的了 对 晚上其实会开始变凉 然后我们人类 可能不感觉 还吹电用扇 或甚至会 可能开冷气什么的 还开啊 我才已经好多天 没才开冷气 好 所以这个真的是 要请大家注意 是 然后有时候 你老狗的话 其实肠胃比较弱也会 就是你可能以为 它以前吃都还好 对 但是当年纪大之后 你对它饮食的 选择上要更小心 我会不会达成果汁啊 反正柚子这么多 你干嘛一定非吃它不可 吃个苹果不是吗 不是我要帮助柚龙 是吗 每天到晚喝中秋 虽然柚子可以达很久 我们可以把它煮成柚子酱 冬天可以泡柚茶喝好吗 不要再给狗吃了 泡成柚子茶给自己喝就对了 好了 今天谈到的是小烤箱料理 第一道要谈的是银纸烤鱼 银纸当然就是锡箔纸 是锡箔纸 这个超简单 就东西丢进去 然后锡箔纸包起来 进烤箱就好了 好我要问一个问题 是 锡箔纸它有亮跟不亮的 到底要怎么用 我不会特地去 焦灼在这种地方 为什么 因为用完它就丢了 所以它的 而且烤实际 它的亮的跟不亮的 其实没有差吗 有的比较 比较讲究的会告诉你说 你如果是摊开来的 是 你可以亮面朝上 因为那个 折射的时候 的效果 会让它热辐射 会烤更快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包起来的话 就亮面的还是要朝上 也就是说 它包的时候亮面是在底下的 一旦你把它折起来 盖上去的时候 它就在上面了 我觉得其实影响不大 因为烤时间吧 就很短 所以不需要去拘泥在这种地方 所以网络上一直都讨论说 那个锡箔纸 它其实有分亮面跟雾面 到底是亮面要放哪一边呢 那个大家就不要考虑 我觉得只是制程上面的考量 它可能容易脱离 模型或是什么之类的 好 所以银子烤鱼呢 就是银子 就锡箔纸上面放一只 材料是无刺的鱼肉 高丽菜切丝 苹果切丝 姜丝 然后锡箔纸包起来 给狗狗吃鱼有挑鱼肉吗 有 只能肉 只能肉就不能有刺的 对 然后鱼肚的话 你可能要斟酌一下 看不见狗的肠胃状况 就是你瞬间一下给它很大块的 就算鱼油是很好的食物 也是要斟酌一下 鱼肚上面会有些鱼油 但你如果是瞬间很多 密集的一两餐之内 它还是容易腹泻 所以我自己在料理上 我会把鱼跟油这两件事分开 所以我的狗不会吃到鱼肚 如果我需要它摄取油脂的时候 我就会给它油脂 这是有意识的行为 而不是说 就买了鱼肚 所以就一起吧 其实这样有时候会是比较危险的动作 因为你自己想要吃萨巴鱼的鱼肚 然后我给它吃鱼肚 并没有 好所以很重要的事情是鱼肉挑选上面 记得要去选鱼肚 现在其实有一些 譬如说无翅的虱目鱼 然后也有那个鱛鱼嘛 都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还是要注意 有时候他们还是会带一两根鱼翅 手还是要摸一下 好我要打一个预告 下个礼拜我们会访问那个猫饭的新书的作者的医生 他里头有提到一件事情是猫到底可不可以吃鱼 或是猫到底可不可以专心吃鱼 那这个有很各方的意见 所以我们下礼拜会访问猫饭的作者医师来谈这个猫到底该不该吃鱼的问题 好回到那个银子烤鱼 除了鱼肉在上面之后 我还要加什么吗 可以加一些蔬菜 像我刚刚有讲高丽菜丝 然后苹果丝 加苹果丝其实是要让它多一个香甜的味道 因为鱼肉其实 你的料理开始进阶了耶 因为鱼肉本身煮熟之后 闻起来味道不明显 而且不好闻 如果你没有加 没有呢 狗很爱哦 你觉得很新 他就很爱 也是 好 主要是多 你可以去调节它 或者你如果觉得你的狗本能 本来就比较容易便秘的 也许可以加一些木耳 或者是一点点的柚子肉 高鲜这时候可以陪上用茶 所以你就是说可以用柚子的肉 然后取代苹果丝 对 但是也是 还有高丽菜丝啊 但是就一点点 请你不要弄一碗给它 那好可怕 比如说妈妈在家 柚子好多 帮忙剥一剥 就先剥起来放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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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然姜丝是一定要放 对不对 因为鱼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它是比较寒性的 那姜丝的话可以调节一下 好 所以这个银子烤鱼呢 里头除了五次的鱼肉之外 还有高丽菜丝 苹果丝 姜丝 那需要加九层塔嘛 哦 那个 个人喜好吗 对啊 个狗喜好 不是你们家刚好有种就放一点嘛 哦 我家没种 好 好 所以这些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 其实像是甜椒也是可以放进去 是 然后花椰菜就是你冰箱看好它可以吃的蔬菜 也可以放 嗯 好 第二道菜呢叫做 来了来了来了 大家难的来 对我来讲都是难的 我好怕时间不够 优格甜育蛋糕卷 好好好 材料是蛋蜂蜜 低筋面粉 地瓜跟优格 嗯 那前面优格甜育蛋 就是把地瓜蒸熟之后 优格两 把它拌稍微湿润就可以了 嗯 然后 重点在于蛋糕的部分 嗯 蛋一颗蜂蜜一大匙 低筋面粉大概两大匙 等等等等等 蛋一颗蜂蜜一大匙 低筋面粉大概15克 然后低筋面粉30克 我跟你讲 1比2的比例 你把蛋跟蜂蜜先混均匀 嗯 用打蛋器把它打发 这是比较 难度高一点动作 哦 所以还现在用打蛋器 是 或是你 你真的手很 很有力 你用筷子也可以啦 嗯 要打发 到那个面糊可以站起来 蛋白可以站起来 那好难哦 是 有点难度 所以建议用电动打蛋器 嗯 然后 打发之后面粉拌进去 拌圆了就可以进烤箱烤 烤箱不是有烤盘吗 那个平的 对 你把它铺锡脖子 然后那个面糊倒进去 抹平了之后进烤箱烤 所以烤出来是一片 所以烤出来是一片 对一片平平的 呵呵呵 然后你 那地瓜跟 地瓜跟优格 就是它的内馅啊 所以叫蛋糕卷嘛 哦 是把地瓜泥卷在里面 呵呵呵呵 所以我就是说 呃 蛋跟蜂蜜先打 对 然后打完之后再放入低筋面粉 是 1比6的比例 然后放进去再继续打 然后烤进 再放进去就拌匀就好 不用打 OK 拌匀之后呢 送进烤箱 对 烤完了之后 地瓜跟优格在 在这个时候 烤好之后 取出来要把它放凉 因为放凉才能够做蛋糕卷 蛋糕先放凉 嗯哼 放凉之后把锡脖子撕掉 嗯哼 你可以把它放在那个保鲜膜上面 比较好操作 保鲜膜在底下 蛋糕四十方方一块在底下 嗯哼 然后在其中一端 放那个地瓜泥 嗯哼 再把它卷起来 像寿司那样 那优格呢 优格跟地瓜一起啊 做半层地瓜泥 哦 我如果单独只有地瓜 就太干了嘛 哦 就是它的那个 口感上面的粘稠度不够 呃 还是说你在推上面 在推 都是 比较难 呃 不用推啊 因为地瓜泥 是在蛋糕的其中一端 哦 是一整条 像寿司 你有卷过寿司 看过 有有看过 对对对 但通常会 限量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嘛 有 在一边 然后再整个卷过去 哦 所以这个就卷卷卷卷卷卷 之后变成一个优格甜欲蛋糕卷 嗯 好 内馅替代呢 可以换南瓜吧 可以换南瓜啊 然后你 如果有做自己手工的起司 也可以放起司 如果没有 你也可以弄一点果汁 甚至是水把调吸一点都可以 所以终于也到了 你要烤你们家的烤鱼给狗狗吃的话 如果没有月饼的话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优格甜欲蛋糕卷 听起来不难 但那个温度上面就会有一些的问题 温度因为烤箱它没有办法 小烤箱没有办法定温 所以你就要在旁边稍微顾一下 嗯 你通常是转个两分钟三分钟 再调整就好了 好 今天呢 跟大家讲的事情就是可奸可反的 烤箱界的平民英雄 今天非常谢谢蓝色木人 希望大家能够趁假日好好做一做 三年五班 贝克汉同学 请到讯导处报道 好狗狗讲座 好狗狗讲座 豆哥老师王一志熊爸在我们节目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他实际在教学跟主人跟狗狗在上课教育的时候常常碰到的一些情况 我们节目以上都是公正处理的 所以对成功的案例我们一定会谈 但我最爱谈是失败的案例 失败 没有这真的是要做大家警惕啦 失败是你失败还是狗失败还是主人失败 我要先确定一下 对我个人来说是我失败 OK好那继续讲 好他这个其实就是一只 他从小在山上捡的一只米克斯来养 那后来这狗越来越大 现在大概二十几公斤 然后他攻击主人已经是大概这一两年的事情 而且强度都非常强 最近的一次 就是找我上课的那一次 夫妻来找我的时候 两个人手上都包扎的伤口 妈妈还骨折 手指头被咬骨折 缝了十几针这样子 那所有的人都跟他说狗狗要安乐死 对那他们当时也有去做了这样处理 但后来心疼就没有把它做完 所以狗狗还是留下来 什么都没有做啊 就是他们给他吃安眠药 准备要再喂他吃那药 后来吃了因为体型大 吃了两颗第三颗就舍不得这样 然后才开始去找老师 好那我就去上课了 上到上一周上了四次课 我讲第四次课好了 好 这个夫妻两位在我的面前 就是真的是哭啊 很感动 觉得这只狗变得非常的好 你好像要宣教你知道 传教 他们觉得当然他们很感谢我 就是说让他家的狗可以留下来 那现在都非常好 他们到第四堂课 就可以这样碰他 他本来是连项圈也不能碰 不能带 更不要说其他的 也可以为他吃东西做训练 对 他们都非常好 可是就在当下 老师说我是泼冷水的啦 我就跟他说 我每一次像这种 我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过去都很大的一个经验 就是你们可能又要被咬了 为什么 因为会松懈 当然因为他们很爱这些狗 很爱这只狗狗 所以他的表现好 当然他也变好了 那主人都会非常的 很高兴很开心 但其实他的问题 只是先 可能暂时先不出现 但不代表他 永远去除了 不会出现 因为 这个攻击咬人是一个 我常常讲他是一个技能 他就是一个技术 你的技能跟技术 不会平白无故就消失 也就是说他的功夫 没有事怎么会废掉 他不会废掉的 他只是现在先不用而已 他只是一代宗 只是一末在那个城市里头 对 他只是先不出招 但当然他整个状况是非常好 因为这段时间 主人还是有做一些事情 让这只狗有生气的情况出现 但是都非常的轻 甚至没有伤口 当然因为一样 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 我一定要非常严重的警告他们 我说我当天的上课 我都记得非常清楚 我也交代非常清楚 就是说你们千万不能松懈 他也跟我说好 那我还跟他说哪些事情不能做 尤其我当时就提到一件事 我说虽然他现在很好了 请你们有关骨头类的东西 结牙骨类的东西 或者是肉类的 这些东西都不要再拿给他吃 甚至将来都不要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的攻击 他这次攻击很强 是因为他 我上课前 你警告之后后来发生 对 我上课前 他那次被攻击很严重 他就拿东西给他吃的时候 给他吃完手收回来的时候被咬 就是给他吃 其他给他东西吃的时候收回来被咬 那因为他那个东西 不是一般平常吃的 那他这只狗会因为 很激动很兴奋的时候 其实兴奋就是一个压力 我们也常讲 但很兴奋激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爆发力是非常大的 甚至他如果突然往不好的地方想 因为他过去有被处罚还是干嘛 那他会咬人机会很高 所以那一堂课我都强调的非常的清楚 说不要再做这些事情 他们也很高兴 那一堂课其实我本身我自己也都很感动 我觉得很好 对啊 我以为你要说一个让人家落泪的故事 也留下来 对的确 我那两位当场都是 我超怕你跟我讲这种故事 但是下个礼拜 突然就传了一张照片给我 非常严重 他手正面缝了三针 背面缝两针 这样又被咬了 我才讲完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被咬 那他的被咬的原因真的就是像你说的 就是说不要给他吃骨头 不要给他吃肉 没错 而且是怎么样 你知道这个妈妈跟我说的时候 他一直强调我没有干嘛 我只是拿了猪脚要给他吃 因为那一天他们大概是给人家请客 吃了大餐 然后有这个猪脚 他就包回来 要给他家的狗吃 他们真的很爱他 对 但是你看 我也很认真去交代 其实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 他当时被咬的情况是这样 他就拿着这个袋子 装了猪脚的袋子 从门口走回来 然后狗迎来迎接他 就这样 然后他要拿着袋子 到他的窝那边 要给他吃的这个路上的过程中 往他的拿袋子的另外一只手 扣住 就不放了 他主人觉得他没有要干嘛 我上去拿猪脚给你吃 你为什么还要把我咬的这么严重 其实因为当然这过程我当不太长 可是我们这样想有太多原因有可能 当他拿着猪脚 这只狗一定专注都在那个骨头 那个猪脚 那个塑胶袋 你的手如果刚好在旁边挥动 难道他不会觉得你是要来抓我或是抢 这是有可能的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 因为他我还是讲 他过去受过一些伤害 有被扯项圈有带过定级项圈等等 那当然他就可以知道他过去的受的伤害很严重 所以他保护自己的机制很强 那这个时候他眼睛里这个骨头这么重要的时候 我们这样讲谁来谁杀 就是只要有一点的就是风吹草豆 哪一只手来我就咬谁 谁靠近我就凶谁了 因为我就是要吃那个猪脚了 那现在呢 我好怕问这三个字哦 我就请他们先休息 伤养好 那狗狗先不要处理 我老实说 我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这只狗的生死 但毕竟受伤也是一个事实 就我这样心里这样讲 如果我是个人私底下的想法 我当然还没有跟主人这样说 这个责任完全不在狗身上 这一次的事件 因为我们前面的课上完 他其实他的状况已经非常好 也跟人很亲 他又改善了 对他完全没有那个敌意了 也愿意让主人帮他要套向圈 但是我已经强调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你还是做了这个事情 所以被咬了 这个责任绝大部分是在主人身上 甚至他这一次的事情 把之前的努力都破坏掉了 我其实比较担心是这个 对一定是 当然可是我这样讲 我们有机会交到这个现在的之前的进度 那当然他要再恢复也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主人还是一样这样的话 我会跟他讲 那你真的也不要养了 因为你是一个 还是会做这些事情 甚至引发狗会咬你的这样的事件 他就是一个很容易心软的爸爸妈妈 对 跟我们很多的四族是一样的 对 那我会讲 那你可能不适合养这条狗 这条狗生死不是一个问题 是你不适合在养这个 因为我教了你都还是一样 会这样犯这样错 表示你不合适 因为问题不在那个狗身上 好 今天访问的是豆哥老师王一之熊爸 我们很难得 在访问当中 几乎没有欢笑去谈一件事情 但我希望 大家在养任何狗的时候 真的要不断的回头去看我们自己 能做多少 或者是不能做多少 去了解自己的能力 那我当然会希望这只狗狗可以跟那个家人 因为我可以很明显感受得到是 那个家人还是很爱他的 对 所以当他有改善 他变好的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狗爸狗妈的 一定会想办法弄一些东西 犒赏他们 是 但这个就会变成 很大的问题再次发生 对 其实这个也是顺便要提醒大家 这些骨头类的东西 夹骨牛皮骨 对狗狗的意义是比较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的狗有一些攻击上的这种问题 我还是要讲这类的东西真的不要 尽可能都不要再给狗吃 好啦 那记骨头是确定不要 今天非常谢谢王一之熊爸 跟我们来分享这个故事 谢谢 谢谢